我们还是问问我们老朋友徐老 感觉如何 关注我们今年要吗 关注啊 那些我喜欢的老选手 起起伏伏的 特别为他们担心 今天罗老师没来 我看他这大菊光也撑不住了 我得来站一下 靠你了 大菊光就靠你了今天 好不好 马上要上场的第一位演员 他在最开始第一赛段的时候 跟非常厉害的新人 鸟鸟对战 被鸟鸟给打败了 对 然后在上一期 用一种自杀式的表演 逆袭 打败了鸟鸟 把鸟鸟给淘汰了 这一场不知道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掌声欢迎孟川 我今年刚入职了效果文化 我也结婚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公司的指标 是鸟鸟啊还是尤鸟啊 是鸟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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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太难了 我是个山东人 我的老家是山东张秋的 然后打小我就想 我以后要一定要去大城市工作 去济南 我努力了三十年 终于在前年 张秋被化成了济南的一个区 我们村以前还挺穷的 我爸当时买了村里第一辆摩托车 街坊就说 这车真好 这车真好 我爸说可不是吗 我这个车 加满了油 一次能跑八十几厘地 街坊说 那有什么缺点吗 我爸说缺点就是 最近的加油站一百多厘地 我在济南工作了三年 那个时候的工作 就是做表格 每天早上十分钟 把数据往上一填 往下一拉 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我感觉我们这个行业最难的 就是要保守这个工作 过于轻松的秘密 而且真的也没有啥存在感 好像公司知道我存在的 只有发工资的会计 我就感觉我特别像一个卧底 如果我的上线老会计死了 就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 我开会的时候就发呆 盯着老板的头发走神 他的头发是那种中间凸 左边覆盖右边的一九分 而且后来头顶更加的破土而出 一九分就变成了零十分 他刚洗完头的时候 就头发蓬松着 悬浮在头皮上面 特别像一家过街天桥 而且开会出饭了 头发打柳 一低头 就会出现一个五仙谱 有一天我就路过老板的办公室 就看他坐在里边 可能因为太热了 他就把自己的头发掀了下来 还这样了一下 真的当时我被吓了一跳 因为我第一次 在同一个人的头上 一次看到了短发 光头和披肩发 圈哥晋级了 你真的擦一擦吧 圈哥有点挺啊 我当时特别紧张 我说老板成梁呢 我们老板脸一红 把头发又甩了回去 第二天 老板就把我的工位 调到了厕所旁边 后来有一个哥们 因为上厕所的时间太长 被开除了 全公司都在疯传 说我每天坐在那张表格上面 记录着每个人上厕所的时间 个别时候 我们老板还会跟我套近乎的 非让我坐他的车回家 说只收顺风车的费用 他开着车的时候 就喜欢听郭德纲 听到开心处 还轻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我就只能转移 他听乡声的注意力 我说老板 你周末忙吗 老板说 哎呦我忙死了 我忙着考科目二呢 吓得我一路 只能不停地提醒他 我说老板你看路 看路 老板说 小孟啊 我告诉你 看着人说话 才显得真诚 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我们老板 真的太扣了 年底团建 别人的公司 去饭店大吃大喝 我们公司团建 全体员工 去山里壁谷 壁谷你们知道吧 就是被迫绝食 晚上勾活晚会 还要准备 自己表演的节目 有俩哥们 下午就打起来了 哇没办法 大家都饿成那个样了 那哥们在准备 晚上的节目 报菜名 还有个哥们 就挺聪明 他临时改了表演内容 表演陈佩思老师的吃面 然后以演技不好为由 真的要了一碗面 一段无食物表演 生生变成了 有食物表演 彩排期间 我又看到了 不该看到的 我们的老板 竟然在跟秘书偷吃 秘书吃盖饭 老板吃面条 具体什么面 我也看不清了 因为被老板的 披肩发遮住了 老板发现了我 一甩头发 面条糊了一脸 我赶紧就跑了 我说完了完了完了 这次工作 要到厕所里边办公了 演出完之后 老板就给我们讲话 一个劲的打嗝 老板还圆场 说呀 我这人一醒着就打嗝 然后说这话的时候 他明显不敢看我 明显看出他不真撑 我真的生气了 我说你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谢谢大家 我说孟川 我说孟川 再来一个 进了 进了 这肯定进了 谢谢孟川 3 2 1 请锁票 这场又温柔了 大老师 而且孟川我感觉现在可以夺惯了 感觉已经 我以前在海边碰见过一个 叫什么一九分的那种是吧 然后他一起的时候旁边的孩子说 还怪 还怪 然后那个人 也是这么一甩之后 下那个海里之后 这头发一直在海边 这么飘着 飘着 但是我跟你说 就跟那个海带一样 但是今天的主题 绝对伤害了其中的一个评委 因为他有这个过程 你知道吗 我就是听到 他讲头发这一段 我觉得讲得特别好 因为我都一层一层经历过 有一次你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掉头发的时候 那个就是头发 就是我就老戴的那棒球帽 后来有一次 那个自行车等红灯的时候 把帽子给吹走了 你知道吗 突然呼就立起来了 像一座山一样 原来我们就是 我们领导开会的时候 就是看着他那个头发 真的跟一张大嘴似的 那个空调吹的 他就蠢蠢欲动 欲说还修的 我们有一个同事 他特别狗腿的 他看领导热了 然后他就把那个空调要调低 就按成了强风 我们领导那个国节天桥就立起来了 我当时被看出就因为我说了一句 我们领导真的很拔尖 还有几罐子 这怎么还算刷啊 多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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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但是如果头发少的人 那个洗头发的时候 是用那个叫什么 呼发素 还是用洗面奶 用洗面奶 洗面奶整个就都给洗了 哇塞 其实我跟徐老师好久没见了 今天我要去找 我要去找徐老师 然后导演组的人特别有意思 跟我说徐老师在准备装发 我说他准备什么装发 他准备装发就是在挑帽子 我觉得刚才他那个 说头发的时候 我拍灯就因为 就你知道这个事吧 放在有头发的人身上 不太好想象 关于他说的时候 看了一眼大哥 然后我就觉得那几个 都能在他脑袋上长出来了 穿从第二赛段 就准备好了被淘汰是吧 对 就一不小心 要办决赛了 很谦虚 很谦虚 今儿这段真的 真的挺强的 我们都拍早了 拍完以后后面还有好多爆点 对 很多演出都是感觉拍早了 后面老是老想拍更多的 好玩 好玩 等 我们来看一下孟川 最终的得票情况 今天表现就放松着眼了 我也没啥紧张的了 结果观众还是挺热情的 我就挺开心 最让我意外的是孟川 开场能开得很好 他的表演一直在进步 成熟很多 10票是这儿的 10票也太充分了 我最终就10票 5个拍灯是10票 来 加上观众的票数 一共多少票 10票